主席大家好,有請部長 部長請 田委員好 部長,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3月11號是什麼日子嗎? 是日本福島311的事件 幾週年,你記得嗎? 是四週年 四週年,你下面人打PASS你才想起來 你今天在日本福島311 四週年的日子來到我們立法院 你的整個業務報告 連一句有關這個議題都沒有提到 為什麼我這樣跟你講 這個我不是苛求你 我的辦公室接到你們衛福部的公文 因為我們去年4月24日 我們在這邊通過一個提案 就是說台大醫院只有一間.131的病房 就是說他這個治療 這個甲狀腺癌的時候 口服.131 然後那個放射性 因為那個人帶放射性 他是一個單人的隔離病房 所以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說台大醫院應該多設一些 有關核子災變、核傷的病患 結果你們在這個公文裡面 大大大地跟我們講說 你們這個 有關核子事故發生率極低 過度投資可能造成醫療資源浪費 及醫院所經營的困難 我一看全國對於這個核子事故 合一的這個病床才37床 北部才15床 那以前還有包括這個 榮種、高醫、跟這個三菌總院 但三種呢 已經沒有再簽約了 所以全國總和共都只剩兩床病醫 就是榮種跟高醫 然後我們北部才15床 合一病床 那現在說說 台大多兩三個病床而已 就說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跟醫療院所經營的困難 我看了真是非常的火大 如果核子事故 你們說發生機率極低 不是說發生機率是零耶 表示有可能發生啊 我們的政府也承認有可能發生啊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嘛 這個是蔣總統時代就立的法啊 連蔣總統都承認 可能發生核子事故 何況314年前就佛照給你看啊 憑什麼說不會有事情 然後輔導的小朋友 30萬的小朋友 現在已經有112名小朋友 得到假狀腺癌耶 然後成人的利害率還在上升 這種情況之下 你給我們回這個公文 你給我們回這個公文 是什麼意思 是意思是說 你給我出事情 自己雖然鼓鼓鼓鼓鼓 還有一點 部長 你敢跟我回這個公文 你有沒有提到一句知識半語 騙語 福島20公里內才15萬人耶 我們這些核電廠 20公里內都是百萬人起跳 你的這個公文裡面 一個字也不提 你有引用了台電的 對於這個我們立法院提案 參考資料1234 全部都是台電電力公司 給你們的函 給你們的什麼 什麼分析 開什麼玩笑 我們衛福部什麼時候變成台電的 這個衛福處還是衛福室 為什麼沒有你們自己的看法 報告委員 那個其實他這個評估是經過 我們也到台大去 然後經過我們就是相關的應變的 比如說EOC有討論過 包含說 如果我們今天點131病房 雖然沒有 但是有其他的隔離病房 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不一定要點131病房 那如果量大的話 整個醫院 你們在這個報告 我這麼火大事 我現在問到現在 你們還沒有發現 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發生核災 台大醫院自己 就要在撤離範圍內 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你們報告不寫 這裡面不寫 我們如果發生核災 整個北部要撤離多少醫院 你從基隆 包括我們的宜蘭 新北市 台北市 你要撤離多少醫院 連中通府都要撤離啊 這個為什麼都不寫 你在跟我講說什麼病床 夠不夠 我跟你講啦 病床怎麼夠 之前邱溫達部長跟我講說 用一般病床 緊急病床 可以來當輻射傷害的病床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只要把你身上 鎖這個污染的輻射層 洗掉就可以 我只問你 我們台灣有幾輛 可以行動的 可以沖洗淋浴車 幾輛 就如果到時候發生 需要大量清銷的時候 是國軍的那個化學部隊 是可以出來 幾輛啦 這個你要知道啊 是不是會後容我 兩輛啦 我已經問了多好次了 本來只有一輛 後來被我不斷的質詢 多買了一輛 還是國防部的 你們衛福部半輛也沒有 那我請問你 你只有兩輛的淋浴車 全整個北部這麼多的 整個台灣包括河山的 這20公里內 有這麼多的醫院 你這兩輛要停在哪裡 我們假設如果是北部爆炸 你要停在 整個北台灣這麼多醫院 你要停在哪兩個醫院 報委員 除了淋浴 比如說剛剛清銷車之外 事實上還有醫院 應變醫院 是有配置所謂的清銷設備的 所以不是只看淋浴車 哪些 你講給我聽啊 我才知道爆炸 我要跑到哪個醫院啊 像我們助理有人懷孕啊 我們的記者先生 有可能在採訪中 需要到醫院去 接受醫生的救治啊 我們的警銷人也有可能啊 需要啊 你沒有淋浴你是進不了醫院 因為你會把輻射污染 帶進醫院啊 是委員我們是不是把 比較詳細的資料再提供給你 你現在就告訴我 到底有多少啊 你們告訴我 國軍在外面的那一種的 才兩輛 當時邱文達部長還跟我講說 兩輛都要配在新北市耶 台北市連一個都沒有耶 所以難不成發生何在 我要去看醫院 我要往新北市跑 往離核電廠爆炸的方向 更近的地方跑嗎 你們為什麼都不提 自自不提 你業務報告不提 你給我們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增加 救治核子污染傷害的病人的公文 也自自不提 然後結論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這樣對嗎 報告委員抱歉 我們提供的資料可能比較簡略 那我們會把那個 因為這個整個核災是包 包含我們原能會國防部 各個部會相關那個完整的資料 相關的完整資料 會了那麼多部會 結論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真的出事情 你們這些八線 雖然人家有事 反正我們的總統 副總統這兩個家庭 由我們的國安局的人 護著他們 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們台灣所有的百姓 包括五院院長 包括王金平院長 都沒得救 委員其實我們這是我們的應變演習的重點 跟教育訓練的重點 我們一年其實辦了很多的演習跟教育訓練 來部長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演習 你知道福島核災這個大地震是什麼時候發生 是幾點幾分發生的嗎 下午2點46分 你知道四年前311的2點46分之前 日本全國長什麼樣嗎 跟我們一樣 天下太平 完全無事 突然晴天霹雳就發生 到現在沒完沒了 那些高輻射的那個污染的那個 那個處理的那個廢水 還不斷不斷地排到海洋裡面去 那些農民 38萬人 無家可 就是有家歸不得 其中12萬人就是福島核災 處好好喔 沒到喔 不可以回去喔 好啦 我跟你講我現在時間有限 你資料給我 好來我問一下那個 美國牛肉的問題 部長 你會看靠近嗎 你給我的 你們說 這個這一次宣布 說什麼食道血管 骨髓 頭骨肉 麵頰肉 血液牛脂 這個不是內臟牛雜碎產品 結果是你們去年8月26號 就開了一個 BSE的這個專家諮詢會議 我跟你們要會議記錄 你們在網路上長的剛剛我那個樣子 什麼都沒有 四個框框 會議記錄長這個樣子 我說不行 我要更詳盡的會議記錄 結果給我這樣子的會議記錄 出席人員 周圈圈 林圈圈 潘圈圈 李圈圈 賴圈圈 天啊 他們敢出席這樣的會議 而且做出結論 說這些是非內臟性的牛雜碎產品 可以進口 為什麼不敢把名字公布 上面還印了警公問證用不可外流 既然這樣子告訴我名字是怎樣 然後還要我上網去查你們 衛福部的這個 牛海綿狀腦病的專家諮詢會議 看是哪些名單 但是這裏面有兩個信賴的 有兩個信周的 我難不成我要打電話去問那個學者 說你那天有沒有去 我真的打了 他說他忘了那天他有沒有去 當你們的BSE的專家 是這麼丟臉的事嗎 為什麼不敢把名字告訴大家 我們環評會議 像國光實話是五千億投資的環評會議 每個環評委員都定名定姓 哪一個委員不願意公布他的名字 你告訴我啊 我不相信所有的委員都不願意 跟委員報告 有關BSE的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在網站上是有公布的 只是參加這個會議的 對 既然都公布 為什麼在會議上有參加的人 他們不願意 到底是誰不願意 聽說是其中裡面少數人不願意 所以所有的人都變成周圈圈 吳圈圈 林圈圈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裡面很多的委員 例如剛剛講奈某某 是奈秀穗教授 另外潘是潘 潘明正教授 他們都願意 他們都願意的 但是有少數一兩位他們不願意 願意的人你應該把名字打上去 不願意你把它變成林圈圈啊 可以 我們這個 他們願意我們可以打上去 沒有問題 你不要害他們啊 對不對 他們根據他們的專業 而且你們的會議紀錄 應該是每一個學者專家講了什麼 都要有一個他們憑什麼講這樣子 所以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嘛 你們基改食品也是一樣啊 你們昨天又公布了 台灣又多了一項可以進口的 讓我們人類台灣人在用的這個玉米的基改 那到底是誰通過誰決議誰提供意見 說我們現在又可以多一項基改玉米 我們也都不知道啊 我們上網去看的時候 什麼名字都沒有啊 然後這些委員完全不受國會監督 所以部長 未來我們在網路上公告的這個會議紀錄 應該要把所有的名字 與會學者的名字寫出來 而且說每個學者的發言 本期專業他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 所以我們據這些學者專家的意見 我們來執行這些政策 這樣我們人民才有所本 我們國會才有辦法監督啊 我們來研究看看可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不願意的人就不要接受我們的聘書 我們也尊重學者啦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有的時候這樣子我們很多委員會 是有實務上的困難不容易組成 這樣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聽到 來部長 我跟你講 如果環評委員他們審查了案子上千億的 都每一個環評委員都願意 可以把他們的名字公佈 我們上次那個疫苗啊 疫苗那個災害有沒有 疫苗的那個糾紛的那個基金 剛開始也說這些評審的委員 都不願公佈名字 後來我堅持之下公佈名字 沒有一個委員這個辭職啊 我不相信要公佈名字 台灣找不到學者專家 我們來研議看看可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我們徵詢委員他們都願意的話 我想都沒有問題 根據他們的專業 我們也可以學習啊 搞不好我們誤會 天委員我們互相珍重一下啦 好不好 就是以後都要公佈名字 我們朝這個方向 不可以隱性埋名做出決策 然後你們根據那個決策執行 那我們還要被迫吞下去 這太不合理了吧 然後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 又不是獨裁 謝謝我們天委員 謝謝委員 那我們請王毅民委員